五個舞蹈劇場總監林麗珍醞釀了九年而成的《天地人》三部曲最終章《觀》 堪稱是她舞蹈美學跟哲學的巔峰之作 2009年台灣首演之後長達五年的時間在世界巡演 在國際的舞台也獲得很高的評價 日前她重返國家戲劇院舞台 在這齣融合宗教儀式還有神話預言的舞作中 舞者會身穿古老的衣服 以極為緩慢的步伐帶出時間淬煉出的力量 看似簡單但舞者說每一部都有細節 隨著悠揚迴盪的歌聲舞者緩行而出 宛如宗教儀式與神話預言的交錯 這是五個舞蹈劇場的作品《觀》 主要是講一條消失的河流 那這個河流裡面有 這個河流有個靈魂是一隻白鳥 那它有一個國度 它這個國度叫鷹的族群 那這個鷹的族群他們有個祖靈 然後曾經跟他們族人說 你們要生生世世的照顧這條河流 那個白鳥它也是每天在照顧這個河流 所以他們之間就產生了一個感情 但林立正要談的並非兒女之情 而是土地與自然的悲悯關懷 那主要我還不再談情感的問題 是我們跟大自然的關係 那個白鳥就像那個大自然的靈魂 那條河流 那條所有一切 那我們在這個生命中 我們所有的過程裡面 我們每一個都會有遺忘 而且這個遺忘的取捨 事實上是要適度的 假設你過渡的時候 就全部都會可能就因為這樣回眠 緩步慢行看似容易 但對舞者來說每一步都有細節 我想時間是一種重量 它是經過漫長的累積 才會有質地的 不管你現在的什麼速度多快 你還是要經過累積 宇宙是經過累積的 地球是經過累積的 我們人也是經過累積的 所以你從出生到長大到走 你也是在累積那個時間的力量 那這個力量最重要 我是感覺真情 人的真情跟態度 我們剛才有在白河上走到九步 可是每一步其實 其他人不知道 那每一步我們走多少遍 那一步一步的細節 然後跟每分每秒的轉變 對 我覺得這困難就是練習 應該是說每一次的練習 然後每次練習你都會有一些風景跑出來 那些風景就是我們不管是雙龍舞還是個人的 都要慢慢去抓 然後把這個好的東西給挑出來 穿著古老衣室的舞者 風格獨特的肢體與惠 劇場裡的時間與空間 彷彿瞬間凝結 是從新年後的飛 tomorrow 真的可以 謝謝你 謝謝你 謝謝你